我是早上跟略章起床 超級respect 能夠持續這樣早起工作的人 我的肌肉狀況不僅變得超好 對身體的掌握度以及對動作的專注度 也得到了很大的提升 在一天內過了兩天的感覺 好 自己的話呢 因為疫情 所以我生活就整個被打亂了 我原本很多的行程或者是一些計畫 全部都被取消了 所以我現在就是一個 有點閒的一個狀態 因為我現在是個學生 所以我有課的時候 我就起來啊 上一小課 有片要剪的話就剪片 沒片剪 那可能就想睡就睡 所以想吃就吃 蠻自由的 但是想睡就睡這件事情 就會延伸出一個現象 就是啊 我今天 兩點鐘睡個午覺 然後一睡 就五點了 五點之後呢 我就超級有精神 我有精神到我半夜三點在睡著 可想而知 隔天自然醒的時間 應該就會是十二點多 或一點 時間久下來 你就會覺得自己越來越廢 越來越廢 然後我自己是沒有想要 這樣繼續廢下去 所以我就想 為了加強我的覺悟呢 我就來早起 讓我把這過程拍成影片 因為你知道 有個鏡頭在旁邊盯著我 我可能會比較有動力去執行 今天這部影片 就是一個早起的挑戰 在這七天內 每天的目標 就是五點鐘起床 OK 前景提要 就差不多是這樣 那我們就開始吧 第一天 第一天 成功 算是吧 今天雖然呢 是早上五點鐘起床 但是我必須很純實的講 我在一點到四點之間呢 我都是一個閉目養成的狀態 我並沒有真的睡著 雖然現在這個樣子 並不是理想中早起的樣子 但我覺得就是一個過程 因為我之前的作息 真的是太畸形了 會有一個過渡期 我也覺得也是很自然的 然後昨天我想到一個方法 關於如何更加 有效利用時間的方法 我要把我今天 必須要做的三件事情 寫下來 然後今天一定要完成 定下三件事情 就可以讓我更知道說 這個當下 我可以幹什麼 少掉迷惘的時間 我睡著的機率就會降低 差不多是這樣 如果有人問我說 早上有什麼 一定要做的事情的話呢 我絕對會跟他講 出去外面透透氣吧 這是我覺得最快 可以讓我醒腦的一個方法 現在時間是晚上的11點多 剛剛拍完片 有一點的翻 我現在超累的 現在應該是直接倒在床上 直接睡去了 總之呢 我明天五點會起床的 五點見 忘記戴帽子了 等一下我頭髮炸開 還是不要太意外 第二天呢 成功 毫無疑問的成功 半夜12點睡覺 早上五點起床 我自己覺得 真的有點太緊了啦 但是畢竟挑戰嘛 還是要量力而為的 順帶一提 我今天呢 去拍了我家附近 五點多時候 社區的街景 我自己是覺得蠻有趣的 那麼就在這邊 分享給大家囉 在疫情期間還要那麼早起床工作 真的是辛苦你了 警衛大哥 你知道我真的超級respect 能夠失去這樣早起工作的人嗎 因為如果換作是我啊 我覺得一個禮拜 差不多就是我的極限了 等一下 為什麼會有人把麻將 丟在這裡啊 如果要說Day2有什麼改變的話呢 我想 應該就是我變得早睡一點了吧 早上的五點二十一分 今天的通勤呢 沒有滑板 我今天選擇用走路 因為我發現我前兩天的步調 有點太快了 早上不應該這麼趕 而且我也不知道我在趕什麼 所以我今天想放慢一點 然後今天呢 還要做一件比較特別的事情 沒錯 就是草地訓練 講白一點就是我要在草地上翻啦 但我真的不知道能不能翻 因為我剛走了一圈之後 我的腳就已經全濕了 但我覺得今天就抱著一個 不試試看怎麼會知道的精神 去嘗試吧 可以話不多說 你完成之後我們就開始吧 可能有些人會問我說 為什麼你要在早晨練翻啊 我的回答會是 因為空翻已經是我生活中的一部分了 所以我想試著把它與早晨結合 從室內到室外 就變弱雞了 但很顯然 早上空翻這件事 可能有點太耗磨了 但這也不是第一次啦 這幾天蠻常發生睡回龍覺的狀況 不過我覺得睡回龍覺其實也沒什麼不好的 如果真的很累會影響你工作效率的話 是可以睡一下 但你睡覺的時間 長度 你都要預先去設想一下 像我自己呢 我睡覺的時間大概會抓一到兩個小時 然後絕對不會在中午過後睡覺 因為只要在中午過後睡覺 它影響你晚上作息的機率就會越來越高 對了有個好消息 就是明天早上 我終於有學校的線上課要上了 這代表我終於可以實測看看 早上五點鐘起床 到底對我正常的生活作息有沒有任何幫助啦 OK各位 期待一下吧 我們明天見 YO 各位 今天呢是早起的第四天 然後我必須很誠實的跟大家講 我出包了 我必須要講我昨天真的有點鬆懈了 我沒有好好控制我睡前手機使用的量 所以我11點一躺到床上之後 我腦袋整個大爆轉 一路的這樣轉到2點多 我才得一入睡 於是我今天早上連鬧鐘都沒有聽到 一路睡到了快11點 原本早上學校的課也被我睡掉了 但是慘愧歸慘愧 我現在要來做一個小檢討 第一點就是我要擬定出我的上床時間跟我的睡覺時間 這兩個東西是有什麼差別呢 上床時間呢我自己會把它默認成是 禁用3C產品的時間 就是你在這個時間就是完全不能看3C產品 因為3C產品真的超容易影響睡眠的 睡覺時間就很直白啊 就是我預定我要睡著的時間 差不多就先這樣啦 祝我順利啦 掰 失敗歸失敗 但下午的練習還是得練啊 不過有一點我必須說 經過這幾天的作息調整 我的練習品質得到超級巨大的改善 這是我在一開始沒有料想到的收穫 在調整作息前 我的練習差不多都圍繞在精神不濟 肌肉處理困難 專注度超低等狀況下進行 時間久了下來會發現 進步速度真的慢到爆掉 但是在調整後 我的肌肉狀況不僅變得超好 對身體的掌握度以及對動作的專注度 也得到了很大的提升 在種種原因下 我再一次成功 我已經半年沒戰的TripleFu轉體三圈了 看到這裡 你就知道 我在這次的練習當中 見識到了健康的作息 以及早起 有多巨大的價值了 不然我原本是想在第四天就直接放棄了 不過現在看起來 好像也沒有理由可以放棄了 出來的有點晚 現在感覺就是累累的啊 因為兩天的生活作息真的差太多了 講白天我昨天真的也沒什麼睡好啊 我半夜大概醒來了 應該有三次左右吧 睡眠品質不是那麼好 不過沒關係 今天的進度還是算有達標啦 今天也可以補測我禮拜二 一直想測驗了一個東西 沒錯 因為我今天早上跟下午都有課 所以我就可以透過我今天的精神 去判斷說 早上起床的這個價值 在等待上課之餘 我開始隨性的到處走走 好像也只有早上的時候 可以這樣隨性的散步 也好像只有早上的時候 可以坐在天橋上發呆 看著下面 那還沒有很多的車子 早安各位 第六天 現在時間是六點出頭吧 今天比較晚出門 好感動 我終於堅持到了第六天 真的從沒想到啊 總之現在很開心 昨天的睡眠品質算還OK啦 我印象中是沒有半夜驚醒的問題 但是今天早上 感覺身體還有腦袋都沉沉的 OK 現在來跟大家回報一下 昨天起床之後 我一整天的狀況 我覺得精神真的有明顯變好非常多 但我自己有個特殊的感受 就是有一種 在一天內過了兩天的感覺 應該說我在白天醒著的時間變長了 所以我就會有一種 今天好像過得特別久的感覺 很神奇就對了 但經歷這幾天的事情 我仍在思考 有沒有比早上五點起床 更適合我的作息方法 恩 或許 這可能需要一點時間 才能得到答案吧 這可能需要一點時間 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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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先來跟大家梳理一下情況 可能是因為前兩天的早期都蠻順的 所以我就想最後一天可能也可以這樣順順的過去 但是並沒有 挑戰失敗啦 所以我當下其實蠻混亂的 這導致我講出一大坨沒有什麼重點的東西 於是我在後來決定新增一個第八天 來為大家做一個比較完整的通整 你可以把這段想像成是一個結論還有後繼 Yo今天呢是Day 8 只是時間呢是一個禮拜之後 然後今天也是我在挑戰結束後的第一次蝴蝶起床 我前幾天呢是真的有點鬆懈了 所以座席又慢慢的變回以前那種外星人無法的座席了 這讓我意識到即使再麻煩 我還是得要維持住我那早起的座席 因為這兩個座席帶給我的生活品質 真的差太多太多了 然後接下來來講一下 我覺得的座席應該要是個什麼東西 我認為座席呢 它可以因應你生活的安排而去做一些調整 所以說早上五點起床真的有必要嗎 我覺得不一定 重點是你要找到一個最符合你生產力的起床時間 而且還是要可以長期維持的 我預估下來那段時間可能是在六點半到七點之間 所以我接下來的挑戰呢 就會是以早睡為前提 盡可能的將我的起床時間維持在這個時間當中 那麼要如何早睡呢 我自己覺得有個睡前儀式是件蠻重要的事情 這個睡前儀式呢 它可以是看書 靜坐 收操 或畫畫 總之不要是看手機就好了 然後還要思考一件事 就是你是為了什麼而早起的 是為了自己的健康 或是有更好的練習表現 或是能更有效率的掌握時間 以上這些是我的理由啦 如果你要做這挑戰的話 我覺得你也可以開始想想 然後雖然結果是挺重要的 但我覺得挑戰的核心還是在過程 你在過程中有什麼成長 或得到了什麼收穫 這才是重點 在過程中有什麼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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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過程中有什麼事